112學年度新竹市世界高中點站聯合畢業成果站 在4月15號遺失孔廟前廣場盛大舉行 新竹市長高鴻安親自出席開幕式 見證學生習一成果 同時他也親自體驗人體彩繪 大贊同學們的作品相當精彩 創意無限 那其實世界高中從1971年創校到現在 其實培育了相當多 我們竹苗區許多的一些我們的輪菜 那在這個培育的過程當中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我們從國中的記憶班開始 從國三的時候就讓一些同學們可以開始參與到 一些相關的特殊的記憶的研究 跟他們有一些成果的展現 那進到世界高中之後 每一個科別不僅是包含上有國外研修的機會 那也會請到許多科大的老師教授們 一起來協助我們世界高中的同學們 來培養他們相關的基本的一些技能訓練 那到了大學的時候 更是可以在這個部分來有所發揮 所以其實我看到世界高中在這個部分 各種的技職的科系的一個完整度 以及他的師資的這個優秀的程度 其實讓我們的孩子們在今天都可以展現出非常好的成果 所以今天也很高興可以看到世界高中 有這麼多的我們好的一個成果能夠展現出來 世界高中校長李瑞光說 技職學校的學生技術專業必須與國際接軌 今年校方也申請全國技術型高中唯一兩個雙語實驗班 分別為餐飲管理實驗班及美工雙語實驗班 並將實作課程提高到70%強化孩子實作能力 我想我們一一二級的聯合畢業成果展 就是聯合了國中以及高中還有大學端 一起來辦 那在國中的部分 我們就是把我們技術教育學生的孩子 他們的成果做一個展現 然後另外的話 我們也把未來世界高中 我們有關於我們的科跟我們竹苗地區的大學端的連結的系 我們個別去做對應 那這樣的話 我們給孩子更多的選擇 而且我們這個這樣的課程介紹 我們從孩子從高一開始 我們就讓孩子去參與了 因為我們要讓孩子知道 一年級進來他就知道我未來的目標在哪邊 好 這是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就是我們學校對於未來的語言教育 我們會特別的重視 從一年級我們就會有各個領域的專業英文的課程 是我們學校的必修課 好 我們希望透過他的專業英文檢定之後 接下來他們可以在他的專業上能夠進行更多的學習 世界高中聯合畢業成果展 結合汽車科 美工科 幼保科 餐飲科 時尚造型科 新竹市國中技藝教育成果 不只展現高三升精湛作品 更讓民眾可以依覽孩子多年的成長軌跡 那今天呢 我準備這身造型是 主題是The Life is Memory Memory 那他在他的年代有表演一首表演是 Diamond are Girl's Best Friend 那他在裡面的造型元素就有桃紅色系的一個造型 所以今天呢 我準備的有桃紅色系的布料 還有瑪莉蓮夢露他的圖形 直接凸顯我們主題 那我的妝容呢 是50年代的倒沟 眼影倒沟 還有大紅唇 是那個年代非常順行的一個造型 今天要表演的是幼兒律動的主題 然後我們所戴的花環 或者是吊帶褲就是顯出幼保科 年輕活潑的那種感覺 然後這個也是就是看起來會比較可愛一點 跟小朋友會比較親民一點這樣子 新竹是一座科技智慧城市 對此世界高中也宣布 今年將新設控制科 課程包含AI人工智慧教育 集電整合及城市設計等等 期望能夠銜接科大半導體學院 讓學生有機會在畢業後直達主科工作 記者簡舒淇 新竹採訪報導